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Visa目前将30%营销预算用于数字媒体 Visa使用Facebook来瞄准足球迷的其他兴趣爱好 与合作伙伴一起向他们提供优惠券 凯文8226 博客表示 根据社交圈 你可以看看某人是否对音乐、购物和时尚感兴趣 从而更好地瞄准每个个人 Visa还邀请了来自全球32个国家的导演制作视频 YouTube展示如何在各自的文化中庆祝足球活动 如此看来 世界杯早已不再是足球迷的专属盛事 而是已经从专业体育赛事变成了全民娱乐和品牌营销的盛宴 对于品牌主来说 接住世界杯必将成为提升品牌的大好时机 电视市场的营销角力 传统电视自然也是世界杯营销的重要阵地 体育赛事的播出向来与电视产品密切相关 因而各大知名电视生产企业对体育营销的重视也就不言而喻 当2014年4K高清电视技术致意成熟 销售全面进入提速阶段时 世界杯更是对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于是4K电视市场成为营销的又一大领域 想想看 凭借4K的临场感和冲击力 火力全开的射门 球员细致入微的表情都将申林奇境般尽收眼底 据了解 今年巴西世界杯第一次用4K设备拍摄和传输 尽管目前国内电视台还不能传输4K信号 但优朋普乐 乐视等视频网站表示将播放4K信号片源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Disclosure发布数据称 在巴西世界杯的带动下 全球4K UHD电视市场出货量预计 将从2013年的160万台增至2014年1230万台规模 年增幅近6、7倍 在各大家电卖场中 4K电视成为各商家的主打产品 针对巴西世界杯展开的主题营销活动也开办的有声有色 某家店卖场的工作人员向腾讯科技表示 世界杯掀起了了彩电销售的热潮 近期消费者询问的电视也以4K为主 世界杯前营销活动的力度较大 就在不久前 索尼公司与FIFA国际足联宣布将巴西世界杯中广泛应用索尼4K技术的合作计划 目前的计划包括拍摄4K版本的2014世界杯官方影片 并将制作三场完整比赛的4K内容 索尼作为国际足联官方合作伙伴 提供了丰富的4K产品线 从广电专业设备到一系列专业解决方案 以及电视、家用投影机、摄像机等民用产品 同时索尼也提供了从拍摄制作到收看完整的4K解决方案 完赚电商世界杯 在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 以价格战著称的电商当然也不会放过营销的大好时机 毕竟世界杯这样的噱头可比自己造劫更有价值 6月6日 国美宣布加入价格战 推出以世界杯为营销主题的决战32天大促活动 6月通常是家电网购旺季 用户对空调 冰箱需求较大 而世界杯的举行则会刺激电视销量增长 对以大家电擅长的国美来说 无疑是销售旺季 国美在线营销中心副总裁黄向平 这样向媒体表示 6月11日 苏宁也宣布推出运动户外频道 与此同时 苏宁还正式对外宣布 公司与国际著名足球俱乐部巴塞罗那俱乐部达成合作 双方达成合作后 苏宁将成为巴萨中国区粉丝官方合作伙伴 在苏宁易购站内和PPTV建设巴萨频道 建立巴萨中国球迷的官方互动渠道 获取巴萨授权的专属资讯和图片 此外 京东的68226 18大促广告也铺天盖地而来 亚马逊更是打出足球装备专场六折封顶的促销口号 大促大促大促广告 竟贤